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童话系列 小美人鱼木耳边保温杯套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棉花坛和恭喜童话手边线和骨勾织 在保留了棉花坛整体感的特性前提下 减轻了勾织难度并增加甜美感 搭配钻射磨砂质感亚克力链条 轻巧大气 提升层次感的同时更加百搭实用 可轻松搭配不同的组装风格 有两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整体采用环形起针法 逆时针缓转向外向上勾制 使用到的针法只有锁针短针和三卷长针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我们先将线圈取向 这种线团可以从外侧也可以从内侧直接抽取线头 孔化线也用一样的方法抽出线头之后 将这两种线合并成一股进行勾织 将线在左手两个手指上绕一圈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接着将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上方的 V字形的这两根辫子上 放一个记号扣 这是短针的针目 勾针重新挂好线 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勾短针 第一圈一共勾八个短针 看一下 这样V字形的就是一个短针 因为棉花坛的特性 针目会看得不是很清楚 大家如果怕下一圈找不到的话 可以隔一个短针 放一个记号扣 这里我勾了五个短针 我在第一个短针上 放了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一个两个三个 大家可以在第三个上 放一个记号扣 我在第五个上 放了一个记号扣 接着再勾三个短针 这里因为是两股线 大家挑线时 要注意不要肉了其中一股 这样我们第一圈的八个短针 都完成了 接着我们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直接拉紧这个线头 就可以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接着我们要在第一针上勾引拔针 结束这一圈 勾针穿过第一个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 绕线直接从勾针上的所有线圈拉出 拉紧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从刚才这个引拔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将第一个记号扣转移到 刚才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大家可以在第一个记号扣上做标记 这样才会确定它是一圈的开始 接着在刚才 这个同一个路针位置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 接下来我们的每一针 都是这样在上一圈的短针的针目上 路针 这里是第二针 我们在第二个短针上 也勾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勾两个短针 这里为了便于之后好找 同样在这一针上 放一个记号扣 这相当于是第二圈的第三针 在刚才这一针 同样的路针位置 也就是第一圈的第二个短针上 再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在第三针上 也勾两个短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是 在第一圈每一针上 都勾一个短针加针 然后在每一个单数针上 这就是第一针 第三针 第五针上 我们都放一个记号扣来标记 这样下一圈的针目会比较好找 这是上一圈的第四针 我们也在上面勾两个短针 我们也在上面勾两个短针 同样在第一针上放记号扣 在同一个位置勾第二针 这里我们等于完成了第二圈的八针 接下来是第九针 同样每隔一针 我们放一个记号扣 这样子针目就不会不好找 放置记号扣之后 记住短针加针是够在刚才同一个位置的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这一圈 注意一定要放记号扣 这里完成了最后一针 我们在第一针引拔一针结束第二圈 引拔针一定要拉紧 接着勾一个锁针作为第三圈的起立针 在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 转移第一个记号扣 放了一整圈记号扣的 一定要记得在第一个记号扣上做特殊的标记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再勾一个短针 也就是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 接着在上一圈的第二针上勾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样第一组就变成了三个短针 接着在上一圈的第三针上也勾一个短针加针 在第一针完成后先转移记号扣 在同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每一圈都是有八个相同的组合形成的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加针跟一个短针完成八次 完成之后一共是24针 我们只需要注意将每一个记号扣都 重新转移到新勾的每一组的第一针上就可以了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往下继续完成 最后勾一个引拔针结束第三圈拉紧 勾一个起立针 接着再勾一个短针 开始第四圈 转移记号扣 我们要错开加针的位置 会整体会比较美观 所以第一针是一个短针 第二针也是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一组的加针我们勾在第三针上 所以在第三针我们勾两个短针 这样就是四针一组 在下一个组合的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之后转移记号扣 接着再勾一个短针在下一针上 在第三针上勾短针加针 第四圈的编织规律就是两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 这样重复八次 注意记号扣的位置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自行完成 最后引拔结束第四圈拉紧 勾一个锁针作为第五圈的起立针 完成第一针短针之后转移第一个记号扣 第五圈我们的加针又回到了第一针 这样会比较好记 在刚才同一个路针位置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接着再勾三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样第一个组合就是五针 接着勾第二个组合同样的 在第一针上勾短针加针 余下的三针不加不减够短针 第五圈的编织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加针和三个短针重复完成八次 完成之后是四十针 这里完成了最后一针 在第一针上引拔结束 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中小型的保温杯 我们正常加针到这一圈就够了 这边我先将第六圈的第一针勾完 我们来看一下 将我们这个包底的织片和我们的杯底比照一下 如果是这样子只插了一圈的样子 我们就不需要再加针 直接开始勾不加不减的包身部分 如果大家的杯子是比较大的 就根据图解再增加第六圈 或者增加到第七圈的加针圈 之后就同样的不加不减 往上勾包身的部分就可以 这里我们演示的是中小型的杯套 所以从第六圈开始 我就直接勾不加不减的短针 不加不减就是所有的短针 都是勾在上一圈的短针针目上 每一针上只勾了一针 不再进行加针 这一圈建议记号扣仍然继续放置在 新针的针目上 之后直到你确保你可以找到 每一个针目的位置 再去掉记号扣 这里第六圈 不加不减的完成了 和杯底比较一下 是几乎一样大小 因为织片最后会有弹性 所以我们就开始 往上不夹不减的支 杯套的身体部分 这里完成了足够的高度 我们将自己的保温杯套进去看一下 基本上完成到离所要的高度 0.5公分左右 就可以开始勾最后一圈 以及勾木耳边的部分 我们最后一圈是要勾在所有针目的后半针上 我们来看一下 针目是有两根V字形的辫子 我们要调后面这根辫子来勾 这是整个针目 这是调后侧的辫子 我们这一圈所有的短针都是条后侧辫子勾 我们要把前侧的辫子留给最后的木耳边 然后我们在一边勾要一边将链条的配件固定上去 注意链条配件的开口朝向左边 然后将它穿在勾针上 我们来进行勾制 因为配件有一定的厚度 这里会比较难勾 我们可以直接先将线挑出来之后 将配件套上去 第一针会比较困难 大家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进行 接着第二针同样的穿过配件 调后侧的辫子勾短针 我们要勾三针短针来固定配件 固定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前面的辫子都要留着 接着第四针开始 就不需要固定配件 直接调后半针 直到第19针 这里勾到了第19针 我们从20针开始 也要用3针来固定 另一车的配件 固定好之后 继续往下 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直到这一圈结束 这里完成了最后一针 跟第一针引拔 最后的木耳边 我们只用棉花坛的纯色线来进行勾支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先将同化线剪掉 先放开勾针 我们将同化线拉得长一些 将它直接剪断 针针重新挂好棉花坛的线 将同化线取出来 将同化线的线头先放到一边 先勾一个锁针 接着我们要将方一边进行木耳边的勾支 我们先看一下木耳边的路针位置 上一圈 我们挑的是倒数第二圈的后半针 所以这边会有一圈都是前半针留着 找不到的话用手摸一下 然后用勾针挑一下 就可以轻松的挑起来 就是这一圈 我们木耳边全部是从上方往下方 这样挑这根前侧的辫子来勾 是这样从上往下 先挑第一针的辫子 先引拔一针将线带到下方 接着我们勾七个锁针 其中四个代替了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勾针绕线三圈 用中指压住线 挑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五个线圈 一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四次 这就是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勾三个锁针 我们再来勾一个三卷长针 勾针绕线三圈 中指压住线 接着在同一个路针位置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五个线圈 一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两次 三次 四次 这就是一个三卷长针 加上第一针的起立针 这里 在一针上我们等于勾了三个三卷长针 接着再勾三个锁针 绕线三圈 挑下一针的前侧的辫子 注意不要跳过针 这是第二针 绕线拉出 完成三卷长针 木耳边的规律其实很简单 在我们倒数第二圈短针的前侧辫子上 每根辫子上勾三个三卷长针 每一个三卷长针 完成后都要勾三个锁针 作为间隔 这一组我们完成了两针 在同一个位置再勾最后一个三卷长针 就完成了第二组 其实用手指摸一下这个三卷长针的底部 是可以摸到它们一组一组三个在一起的 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往下完成 注意勾到配件的位置时 也是同样的 在它的下方 调前侧辫子勾置 这里完成到最后一组 这里一定要确认一下是最后一组的位置 不要少了一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个三卷长针完成后 勾三个锁针 我们找到第一个起立针的位置 在大约第四针的位置引拔一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圈木耳边 勾一个锁针固定 留一段线头 将线头剪断 我们来收一下这个线头 我们将线头收到木耳边的底部 从刚才线头的附近 我们找一些任意的路针位置 将它慢慢的往底部收 四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mr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帮助 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头剪刀 kalau他线头剪断 上面正面对切都 是本人 וא� 他们学 在底部多收几帧 大家可以多收几帧 之后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之前的剪掉的童话线在背套的内侧 沿着织物的纹理也任意的收集针 之后修剪多余的线头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雅克力短链条的组装 材料包配的是没有组装好的单个链条 我们这里简单演示一下 将开口朝向左边 然后右手拿起另一个 确认好方向之后 将两个开口背上 这样装上去之后转过来 这样所有的开口都在一边 然后链条的正面就看不到这个开口的位置 同样将它这样直接装到我们固定好的配件上 就可以了 只要确定好正反面就可以 另一边顺过来之后 同样将开口转下来 两个开口相对装上去就可以了 蓝色的链条我们是装了25颗 粉色的这个是装了30颗 大家看一下长度的区别 大家根据需要装到合适的长度 这个长度装上杯子之后 是可以挂在手腕上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长链条 长链条很简单 我们长链条装好了龙虾扣 直接将它这样挂在包生的配件上就可以了 用长链条的时候短链条也可以放在前方作为装饰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童话系列 小美人鱼木耳边保温背套的勾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